圣经旧书史学堂 关于他们的年代的描述都是这样的 说某某某在多少多少岁生了某某某 之后又活了多少多少年 然后生儿养女 那么这里呢 很显然这种描述的方式 与创世纪五章的家谱的年代的这些人物的描述 是不一样的 创世纪五章是最后每一个人物都是说 某某某活到多少岁就死了 但是恰恰是在创世纪十一章三十二节 突然间出现了 塔拉共活了205岁就死在了哈兰 那么在创世纪十一章三十二节 突然间对塔拉的死亡 做了非常准确的这样的描述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创世纪十一章三十二节 说塔拉共活了205岁就死在哈兰 圣经神用这样的方式 非常准确的特意的来描述了塔拉的死亡 然而在《使徒行传》七章二到四节当中 斯蒂凡之士曾经这样描述了亚伯拉罕两次蒙昭的这样的过程 特别是在《使徒行传》七章四节当中 是这样说 他说他就离开了迦勒底人之地住在哈兰 他父亲死了以后 神使他从那里搬到你们现在所住之地 《使徒行传》七章四节明确的说 亚伯拉罕离开哈兰的时候 是在他父亲塔拉死了以后 然而这一点似乎又以《创世纪》十二章所记录的 亚伯拉罕离开哈兰的时间有所不同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详细的再查考一下 我们从神的救赎史的角度 该如何去看待塔拉的死亡 那么首先第一点我们来查考一下 亚伯拉罕离开哈兰的时间 我们通过《创世纪》十一章二十六节 我们看到塔拉是七十岁生了亚伯拉罕 那么《创世纪》十二章四节准确的记录 说亚伯拉罕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 罗德也和他同去 亚伯拉罕出哈兰的时候 年七十五岁 这里准确的记录了亚伯拉罕离开哈兰的时候 是他七十五岁的时候 之前我们曾经讲过 对于亚伯拉罕来说 他有两个父亲 他既有他属灵的父亲 就是在乌尔的时候 向他显现的荣耀的父 荣耀的神 另外他还有肉身的父亲 塔拉 塔拉的名字 希伯来语的原语叫 Telahem Telahem 意思就是滞留单言的意思 那么在前面一讲 我们讲过 亚伯拉罕随父亲来到哈兰城的时候 居住下来 那么他的父亲塔拉 被这物质生活极其丰富的哈兰的 这样的生活所迷惑 在塔拉的信仰上 出现了停滞不前的这样的状况 他舍不得 眼前的这富裕的物质的生活 不愿意再向神的应许之地迦南队 继续前进了 这个时候 神强权性的话语 临到了亚伯拉罕 神命令亚伯拉罕 离开这困扰 亚伯拉罕信心的 这肉身的父亲塔拉 我们来看一下 创世纪十二章一节 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 你要离开本地 本族 富家 往我所要 指示你的地区 阿美 这里神强权性的命令 亚伯拉罕离开什么 离开富家 要离开 这阻碍他信心 进一步向迦南地进军的 这样决心的 父亲塔拉 由此可见 这是神一个非常强烈的命令 当时 父亲塔拉还健在 但是神 断然命令亚伯拉罕 要离开 他的父亲塔拉 离开阻碍他的信心 进一步前进的 塔拉 当时亚伯拉罕的父亲塔拉 已经是 一百四十五岁 高龄的 这样的老人了 那么在世俗的眼光当中 看亚伯拉罕 离开 塔拉的行为 可以说 真的是一个 不孝之子 不孝顺的儿子 明明父亲还健在 但是被 亚伯拉罕 撇在了 哈兰城 一个人 去追随 神的话语 继续 向 应许之地 迦南地 进军了 然而这一点 在圣经当中 十二章 有明确的记录 说 亚伯拉罕 离开 哈兰的这一年 是他 七十五岁的时候 那么我们再来 看一下 我们该如何 理解 他父亲 死了以后 这样的话语 刚才 我们通过创世纪 十二章 四节到五节 我们查考了 圣经 明确的记录 亚伯拉罕 离开哈兰的时候 是他 七十五岁的时候 然而 在使徒行传 七章 四节 到五节 当中又说 亚伯拉罕 是在他父亲 塔拉 死了以后 才离开哈兰的 这似乎 与创世纪十二章的内容 有一些矛盾 那么在这里 我们就要 查考一下 我们该如何去理解 他父亲 死了以后的 这样的话语 首先 我们来看看 塔拉 他拉 肉身死亡的时间 在创世纪 十一章 二十六节 说 塔拉是活到 七十岁 生了 亚伯拉 创世纪 十一章 三十二节 准确的记录 说 塔拉 共活了 二百零五岁 就死在 哈兰 那么 由此我们可以推算 塔拉 肉身 死亡的时候 就是他 二百零五岁的时候 这一年 就是亚伯拉罕 一百三十五岁的时候 亚伯拉罕 一百三十五岁的时候 他肉身的父亲 塔拉 死亡了 那么 如果 亚伯拉罕 离开哈兰的时候 是他父亲死了以后才离开的话 那应该是亚伯拉罕 一百三十五岁以后 离开哈兰的 很显然 这一点是 创世纪十二章的记录 是不一致的 那么我们再从 另外的一个角度 来查考一下 创世纪 二十一章五节 准确的记录了 亚伯拉罕 生以萨的年龄 创世纪二十一章五节 说 他儿子以萨生的时候 亚伯拉罕 年 一百岁 我们看 如果亚伯拉罕 是一百岁 生了他的儿子以萨 那么当 亚伯拉罕 一百三十五岁的时候 他的儿子以萨 应该是 三十五岁 那么 之前 我们说 如果说 亚伯拉罕是在他父亲 塔拉 死在哈兰以后 才离开哈兰呢 也就是说 在他一百三十五岁 才离开哈兰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 亚伯拉罕的儿子 以萨 应该是 三十五岁 但是 圣经 并没有这样记录 并没有记录 亚伯拉罕 离开哈兰的时候 他已经有了儿子 上世纪 十二章 五节 说亚伯拉罕将他妻子 萨莱和侄儿罗德 连他们在哈兰所积蓄的财物 所得的人口 都带往迦南地区 他们就到了迦南地 注意 这里记录 亚伯拉罕离开哈兰的时候 只有他的 妻子萨莱和他的侄子 罗德和他一同 离开了哈兰 在他的家族当中 只有这三个人 和他一起离开哈兰 没有儿子 以萨的名字 同样 在使徒行传 七章 五节 有这样的记录 说在 这地方 神 并没有 给他产业 连立足之地 也没有 给他 但应许要将这地 赐给他和他的后裔 为业 那时 他还 没有 儿子 注意 使徒行传七章五节 明确的记录 当亚伯拉罕离开哈兰 去往迦南地的时候 这个时候 亚伯拉罕 并没有 儿子 第二点 我们再来看看 塔拉在 鼠灵上的死亡 还是使徒行传七章四节 说 他就离开 加勒底人之地 住在哈兰 他父亲 死了 以后 神使他 从那里搬到你们现在 所在之地 注意 这里说的 他父亲 死了以后 这个死 我们中文圣经 说的是死 在希腊语 原语当中 这里说的死 叫 波德纳斯克 波德纳斯克 他的原译是指 属灵上的死亡 属灵上的死亡 同样的 波德纳斯克这个词 还出现在 哥林多前书 十五章 三十一节 说 弟兄们 我在我主 基督耶稣里 指着你们 所夸的口 极力地说 我是天天冒死 天天冒死 另外 罗马书七章九节 说 我以前 没有律法 是活着的 但是 借命来到 罪又活了 我就死了 这两处的死 同样用的都是 希腊语当中的 波德纳斯克 专指 属灵上的死亡 这里说的 我天天冒死 这里说的 天天冒死 指的是 在我们里边 可能 时常 我们每天 在我们里边 可能都会有 这种 属贪婪的 属贪欲的 这样的 属罪的 这样的心态 属不信仰的 这样的心态 在我们里边生出来 这里说的死 是指要像这样的罪 而死 要致死 我们里边 每天冒出来的 这种 属罪的心态 属罪的 这种行为 要在这些 罪恶的事情上面 要死 是指向罪 而死 那么我们再看看 同样是在 使徒行传 七章十五节 出现 关于雅各的死 的时候 是这样描述的 于是 雅各 下了埃及 后来 他和我们的祖宗 都死在那里 注意 这里也出现了一个 雅各 死在那里的 这里的死 希腊语 元语 用的是 台流 卡奥 台流 卡奥 台流 卡奥的意思 是指着 肉身的死 这里说的 雅各 死在那里 是指 雅各的肉身 死在了那里的意思 所以 这里说的死 中文圣经 都叫死 但是 在希腊语 元语当中 用的 并不是 同一个词 一个是指的 这 属灵的死亡 一个 指的是 切实的 肉身的死亡 那么我们来总结一下 这 属灵的死亡的含义 在今天的经文 使徒行传七章四节当中 说 亚伯拉罕是在他父亲 塔拉 死在哈兰 以后 才离开的哈兰 这一点指的是当时在亚伯拉罕的心中 与他肉身的父亲 这种属肉身的这种父子之情 已经彻底的死亡了 彻底的断绝了 以前我们曾经常说 某某某英雄 虽然他牺牲了 但是他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那么这里说的活也是属灵的 活在我们心中 同样 今天说亚伯拉罕的父亲 塔拉死在哈兰 这里说的死也指的是属灵上的死亡 虽然当时这肉身的父亲 塔拉还健在 我们刚才计算过 当时塔拉已经是一百四十五岁的一个老人了 但是为了顺从于神的话语 在信心上出现 单言滞留的这父亲塔拉 已经在亚伯拉罕的心中死亡了 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 可能都有这种 属肉身的 属人的这种感情 我们常说 这简不断的人气 当时亚伯拉罕也是这样 那么神明明是命令亚伯拉罕要去往迦南地 他也可能多次的把这样的想法 在他的父亲塔拉面前提及过 但是我们刚才说过 塔拉来到哈兰以后 被这种眼前的这种丰富的 富裕的物质生活所迷惑了 他在信心上已经出现了这种单言滞留的情况 他不但不听儿子的这样的劝告 甚至很有可能 塔拉是责备了亚伯拉罕 你这臭小子 我都这么大岁数了 你还要把我丢在哈兰吗 你这个不孝之子 当时的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经常的在这种肉身的父亲塔拉 和这属灵的父亲天父之间出现这种左右的这种为难 左右的这种摇摆 亚伯拉罕时常在信仰上受到塔拉的这种困扰 所以当神命令亚伯拉罕离开哈兰的时候 亚伯拉罕在自己75岁的那一年 毅然的隔断了与他肉身的父亲塔拉的这种属世的 属肉身的这种父子之情 毅然的踏上了向迦南帝进军的这样的道路 所以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 我们要时刻要抓住这神的意 虽然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 可能时常的会有这种困扰我们的 这种挽留我们的这属世的这人情的存在 但是我们在这些困扰面前 我们要效法亚伯拉罕那样的信心 要断绝这属世的属人的这种人情 那么圣经说要让我们把这属肉身的这些情运 全部都要钉死在十字架上 而这钉不是一次性的钉就完成了 而是我们每天天天都要把它钉死在这十字架上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天天要过一个 背起这十字架的这样的信仰生活 我们一起看加拉太书五章二十四节 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 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 如果我们被这邪情私欲所控制的话 不能自拔不能隔断的话 那圣经说这样的人就会成为罪的奴仆 使徒保罗也在使徒行者六章当中向我们指明 摆在我们面前的有这样两条道路 我们来看一下罗马书六章十三节 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 倒要向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 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 六章十六节说 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 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 或做罪的奴仆 以至于死 或做顺命的奴仆 以至成义 阿们 这里我们看到其中一条道路是做罪的奴仆 做不义的器具 最终导致的就是死亡 而另外一条路是做话语的奴仆 成为顺从 成为义的器具 最终成为义 各位 对于今天我们每一位仰望天国信仰基督的人来说 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 我们每天都要不断的致死我们里面的罪 要把这些罪同钉在十字架上 我们要在神面前祷告 我们不要再犯罪 不要再做罪的奴仆 要做要成为义 要成为义的器具 陷在神的面前 虽然我们还时常的软弱 虽然在我们里面可能还会不断的生出来那些 属罪恶的那些心态 那些想法 甚至还有这些犯罪的这些行为 但是我们要知道 如果我们在反反复复的 以这罪恶的征战当中 失败犯罪的话 那我们就会成为这罪的奴仆 我们要知道 这罪的奴仆最终的结局 就是把我们引入死亡的 要想成为进入天国的百姓 我们就要顺从于神的话语道题 我们要致死在这地上的我们的罪 我们要成为义的器具 让神的话语在我们里面能够充满 这样神的话语会在我们里面掀起巨大的做工 最终我们都能够成为像亚伯拉罕那样 在神面前蒙福 蒙神的悦呢 最终都能够成为得以进入天国的百姓 我们一起看一下罗马书六章三节 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的人 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 六章六节说 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 使罪深灭绝 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 阿们 创世纪十一章的家谱 以塔拉的死亡来作为结束 至此在神面前这种极其的这种悖逆的 对抗神的 以至建造巴别塔的这些罪恶的喧嚣 都已经完全的退去 体贴肉体的信仰之风也不再盛行了 随着塔拉的死亡 这一切都销声匿迹了 这个时候神救赎时的焦点 都集中在了亚伯拉罕这一人身上 洪水审判之后 本应当继承这正统信仰的 闪的后代 他们都在与这世俗为友的 这个时候 神在他们当中拣选了亚伯拉罕一人 并且强权性的把他领出了这犯罪的 败偶像的黑暗之地 而一刻都没有担言 巴别塔犯罪事件之后 因人类再一次的陷入了罪恶的深渊 神救赎经文的设理几乎要断绝了 但是神借着这塔拉的死 彻底的终结了在闪的家族当中 这些属黑暗的 属罪恶的这些历史 并从闪的后代当中 拣选了亚伯拉罕 开启了神救赎时的新的救赎之功 好 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蔡永生的天父 我们感谢您赞美您 感谢您近日再次的通过网络 将我们聚集在您救赎时的话语面前 感谢您近日将救赎时当中 亚伯拉罕的父亲 塔拉死在哈兰 这样的奥秘的话语能够赐给我们 让我们通过这样的话语 能够省察我们自身 我们的信心上还时常的软弱 在我们里面每天还生出各种 属罪的这种心态 这种想法 这种行为 求您赐给我们 在您面前悔改的这样的机会 也赐给我们悔改的能力 让我们每天都能够 像天天冒死的保罗那样 将我们各自的 所有这些属肉身的 属邪情私欲的这些罪 都能够钉死在这十字架上 借着您所赐给我们的 这宝贵的圣洁的生命的话语 能够得到这生命上的更新 让我们都能够效法 亚伯拉罕的信心 能够顺从您的旨意到底 能够果断的割断 我们身上所有这些属世俗的 属人的这种人情的 这些情意 让我们都能够成为 这义的器具 陷在神的面前 愿您使用我们 愿您建立我们 愿您这赐给我们 这信上加信的祝福 直到我们进入天国之前为止 让我们都能够成为 您所使用的 您的宝贵的器品 我们将我们所有的感谢赞美 尊贵和荣耀 都归给我们天上的父 我们如此不配的祷告 奉靠恩主耶稣基督的 宝贵圣明 感谢祈求 阿们 感谢天父 也感谢屏幕前您的陪伴 追想上古之日 思念历代之年 我是雅各 我们下次再见